搭配奧德修斯号月球南极着陆的模拟影片 德州休士顿直觉机器公司指挥中心屏息监控 上周火箭搭载登陆器出发 正式在当地周四降落月球南极确定完成处地的撞举后 工作人员松口气鼓掌欢呼 这是美国超过半世纪后首次成功登陆月球 而且更是第一次全部交由私人企业所执行着陆的任务 美国航太总署更胜赞是全人类的一大飞跃 尽管先前仪器一度故障 但随后换成NASA的系统排除难题 宛如高尔夫球车大德奥德修斯号 接下来将会观测月球环境 也为未来美国再派人类探索月球铺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